记者洪瑞琴台南报道 国家发展委员会今日在台南文创园区 举办106年营造国际生活环境经验交流分享工作方 邀请南市产官学各界代表分享经验 南市第二官方语言办公室表示 由于今年10月立委吴思瑶直询行政院长赖清德时 呼吁赖院长在中央继续推动英语为第二官方语言 而教育部课证研究调查二官语政策 近期将研拟计划公行政院参考 因此这次工作方别具异议 国家发展委员会社会发展处长李武裕表示 南市推动英语为第二官方语言政策成果有目共睹 其他县市如桃园台东营造国际环境相当也积极 不过多强调观光层面并没有像南市如此全面推广 甚至深化到教育领域中央也将依注更多资源 协助南市影响国际化 代理市长李孟燕表示 二官语政策两大主轴是提升英语力 与营造英语友善环境 创造国际生活环境 一来可让外籍人士在台南感受到十一住行的便利性 二来也让市民感受到英语逐渐融入在日常生活中 二官办表示推动二官语政策几乎无潜力可循 市政府既有资源有限 整合产官学力量推出具体可行的执行策略 因此工作方布置英语友善环境实务展示区 让各县市与会人员透过英语友善环境的文宣 标示照片等硬体静置了解英语二 关语推动方法 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人ôn与营造成正安排 名義联系列 3 4